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罗云熙,白鹿迎来三搭,牛俊风惊喜加盟暗夜雨黎明即将启动。 罗云熙是业内前辈公认的低调实力派演员,他一直坚持用作品说话,默默磨练自己的演技,给观众带来了很多快智人口的佳作。 截至目前,罗云熙带来的佳作有《何以生肖默》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《白发伴世蜜糖》《伴世商追光者》等等。 正是因为罗云熙的演技一次比一次精湛,所以她的合作搭档才会一个比一个咖位高。 其中,最受观众喜爱女搭档的是杨子和白鹿。因此,很多观众都希望罗云熙能和杨子或者白鹿再次搭档。 众所周知,今年杨子已经和范城丞相继进组199爱。而白鹿和王鹤蒂正在拍摄《以爱未迎》,因此罗云熙要想和杨子、白鹿搭档,就必须看对方的档期是否合适。 网传叠战剧《暗夜雨黎明》的班底,正在接触罗云熙和白鹿,希望她们能以男女主的身份,加盟该剧。 罗云熙、白鹿迎来三搭,牛俊风惊喜加盟《暗夜雨黎明》即将启动。 本身罗云熙和白鹿都是颜值,演技双在线的实力派演员,再加上她们先后又合作了《半世蜜堂半世蜜堂商》《长月静明》这两部作品。 如果她们三搭,肯定默契十足,将会大大提升《暗夜雨黎明》这部作品的拍摄进度。 因此,该剧的主创团队便向罗云熙和白鹿发出了邀请。 《暗夜雨黎明》主要讲述的是男主游走于各种势力,与女主互相合作,最终冲破重重难关,保全家国的故事。 总的来说《暗夜雨黎明》的故事质感还是不错的。 而罗云熙也从未挑战过谍战剧,这次她首次挑战谍战剧,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,肯定都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。 而该剧女主白鹿的实力,更是不容小觑。 白鹿之所以能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小网红,逆袭成一个炙手可热的大明星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本身优秀。 因此,白鹿才能赋予每个角色有趣的灵魂。 比如敢爱敢恨的鹿招摇,英姿萨爽的谢香,温柔闲静的时宜,重情重义的胡扬等等。 不得不说,白鹿的演技越来越细腻,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。 这次,白鹿首次挑战谍战剧《暗夜与黎明》,肯定会带给很多观众愉悦的视觉享受。 《暗夜与黎明》除了有罗云熙、白鹿这两位人气主演外,网传该剧还邀请了牛、俊风和陈瑶。 对于牛俊风的演技,相信大家都毋庸置疑。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作品,她都能完美驾驭,是观众心目中的宝藏演员。 其中隐秘而伟大了不起的《蒂小姐》这两部作品,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在以上两部谍战剧中,牛俊风的演技可以称得上惊艳,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。 这次,牛俊风加盟《暗夜与黎明》,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质感。 至于女二陈瑶虽然近几年的作品比较少,但是她的演技很有灵气,肯定会为《暗夜与黎明》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